为您带来第十三届全员会男团四分之一 现在双方一号一单主力的较量 没拿下来 是传统强队 是传统强队 三分 这个球反拉三个人上场相互之间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就会觉得整个比赛特别的漫长 三比一 哎呀漂亮 是传统的 打的资格 这把球马龙非常聪明 没有采用一定 最后拿下了第二局 某一个环节上面 你看这种球 感觉我不会测身 但我偏偏这手要测身 哎呀漂亮 哦 打龙 感受到了压力和弹子会有多重 这是基本的一些技战术 这是基本的一些技战术 加速 加速 抬开 以及竞互 这也是一定 只性格 哎呀 Tap 现在马龙一下 第三局 和林高远的第四局比赛 其实马龙 одного今生 这个比赛 马龙的 除了 breaks 這場比賽 可能 世界比賽 世界團體賽 基本最頂級的乒乓球 比賽和水平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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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 體力 又讓對方摸不清楚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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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了 這個球 馬龍 換反手發球 中間短的 馬龍回短 天位 輕的 控短 侧切 机会机会 高了 防住 放一个高球 马龙防住 继续放 过场 反拉 第二板 第三板 这样14比12 林高远 林高远的决胜局 对林高远 现在打到了决胜局 稳定 想取胜 也是缺少 这样11比4 3比2林高远战胜了马龙 而广东南队 而广东南队 第3比1 大比分战胜了北京队 晋级到了男子团体的四强 其实今天马龙 我觉得 是什么 都没有计判死了 我现在第一晨 去年飞行器 本身就已经在用于 去年飞行器 然后这是 地点 我要去洗 水 感谢观看